中年级我们就会把它纳入正常的资讯课来做教学 所以在中年级的30个小时 我们安排三年级有16个小时 四年级有14个小时 三年级的16个小时里面包括运算思维的部分13个小时 跟设计思考的部分3个小时 我们大概来说明一下 首先在运算思维而同程式的部分 就是纯程式的部分我们有交9个小时 里面包含第一堂 我们希望各位老师先让他们去code ORG 给他玩一下玩游戏 在游戏的过程中学程式的概念 先稍微玩一下 然后学到Squitch程式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然后建立这个模式之后 以后他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来使用这些内容 然后老师可以去 老师可以指定作业给他 做加深加广的学习 那么你就可以在 你在资讯课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有些小朋友他进度比较快 那他就可以到这边来去继续过关 可以一方面可以避免他去玩别的事情 第二方面可以让他能够加深加广去学习 然后这个code ORG他有后台 所以你可以个别的话看到小朋友的学习状况 然后该辅导就辅导 然后该期末该奖励就奖励 那当然那个 如果他更厉害一点 你也可以介绍军医平台给他 那军医平台里面 现在也有很多科技领域的教学 不管是Squitch或是Arduino的里面都有 所以我们希望 让老师给一节课让小朋友去学习这个平台 如何使用 那之后呢 就是在课堂的中间或者剩余的时间 或者甚至他非常有兴趣 你可以指导他回家作业 就是指定范围让他回家去练习 这个会发挥很棒的作用 那再来在常规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会安排至少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的Squitch的课程 那Squitch是儿童在学程式 学逻辑的一个最基础最简单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工具 那他也有很多的多媒体 那会非常有帮助 那这边就是稍微提到一点 就是我们另外有配合硬体的部分 配合硬体的部分 我们会有另外有四节课 跟另外会有四节课 是配合厂商所提供 我们今年招标到厂商所提供的Hello Code 那这个Hello Code呢 就是有点类似Michael Beat 但是比他更进阶 更简单 那功能更强 那厂商会提供我们四到八节课以上的一个教材 然后跟教具也都会提供给学校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时数是 各位老师可以自由的去缩减或者是变长 如果小朋友有非常的有兴趣 那甚至可以在社团时间去做加开 那我们都会多准备上课的内容给大家 那实际的进度就要看各位学生的进度 就没有那么的强迫 一定要上到第几课这样 那在Squitch动画的部分 我们会希望老师们 先认识Squitch的操作的环境 这个部分就简单的跟小朋友介绍一下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们就会希望小朋友在做这个Squitch动画的时候 不要用程式设计师的角度 去看这个写程式这件事情 我们会希望你用一个导演的角度 在程式的学习 Focus并不是在程式的学习 而是在解决问题的思考的方式 那么所以在这八堂的课里面呢 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说Squitch怎么操作之外 那我们就会在希望他能够利用里面的这个功能去设计卡通的动画 那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会学到 怎么用向量图去画造型 然后怎么处理 简单的处理音效 那所以我们其他的资讯课里面 传统教小画家的部分就直接跳过 直接整合到这个地方 直接学向量图的绘图 然后透过那个造型的切换去教动画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动画的原理 然后他会切换简单的造型 变成一个简单的动画之后 就可以开始设计自己的脚本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出个题目给他做十秒钟的简单的卡通动画 比如说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小绿人的动作 或者是说他喜欢的一小段十秒钟的动画 或者你配合你的宣导课程 比如说禁止嚼槟榔啊 禁止抽烟啊 远离毒品啊 随手做环保这一些 你把它设计成十秒的动画 让他去解决问题 重点会在他的 他的那个情节的安排 十秒钟里面怎么安排哪几目的场景 然后再去实作把那个角色怎么动 走到哪里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的一个过程 把它呈现出来 这个才会是重点 那在过程中他就一定会学到程式 好就一定会学到程式 那至于说你要不要再深入的把这些程式的技巧 好要去仔细的说明吗 这个就看各位老师看小朋友学习的状况 好那另外四个小时配合 这个硬体的部分刚刚就说了 他会厂商会提供 Hello Code的教材 教材跟教具 它是主题型的 那如果学校有雷切 有3D 那就可以印一些配合的一个教材教具 让他做成一个实物的一个小主题 小主题来做游戏的控制 游戏制作的一个控制 那此外在城市之外 城市之外我们另外三年级还有一个科技制造的部分 好就是我们三年级呢会先带雷切 带雷切课 那这个部分如果学校还没有雷切的设备 那我们就会建议你把这些实数把它分配到前面的部分 好那如果 如果老师已经有在学雷切了 那也可以向中心来申请相关的设备 好那雷切的部分呢 当然我们会给三 基本的入门课三堂 那此外还会有一些延伸的课程 方便各位可以让学生加深加广的做学习 那好我们这三门课已经录好了 做钥匙圈书包的吊牌跟印章的设计 那这每一门课呢都会就是逐步逐步的加深 第一堂课做钥匙圈会先利用雷切本身所提供的软体做最简单最简单的练习 让学生体会到整个雷切的流程跟注意的重点 那至于第二堂呢我们就会利用外部的用这边所学过的inscape 然后让在刚刚没有办法再加强设计的部分 从inscape里面就可以把外部的一些图案或者甚至自己画的一些图案 再把它放进去雷切的软体里面 那你的设计就会更变得更丰富 那另外在第三个课 第三门课在印章设计的部分 这边就会牵扯到一些设计注意的事项 那包括我们设计思考的一些简单的流程 怎么从情境里面去发现问题 那产生你的设计 那设计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把它实际的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跟大家再分享 再做回馈再做修正的一个简单的流程 那所以我们会设计这样的一个三堂课 那里面当然还会有其他加深加广的部分 那这是整个三年级的一个课程的部分 那所以中年级的部分呢 我们会希望就是在 我们教学的方式 就是不是重在技术 我们的课程 我们今年新录的这个课程 重点并不是在技术 那技术的学习一定是有 一定是有 那技术学好之后呢 会有一点应用 有一点应用 但是应用也OK的话 就可以开始做小主题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要请老师注意就是 以往我们都资讯课大部分都是消费导向 就是教软体怎么用 那个是一个不是很对的方向 而是我们应该把它转成生产导向 所谓的生产导向就是说 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可以用哪些工具 那哪些工具怎么用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益 这个才是生产导向的指导方式 然后最后呢 在你在上完课之后 你最好能够把运算思维的一个思考的方式 或者设计思考的思考的方式 能够把它体验出来 让小朋友知道说 原来在日常生活中 这些的原理跟运算思维的哪些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以后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用怎样的一个思考方式 就可以快速的来解决我的问题 那所以这些就是 我们在指导小朋友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四年级的部分 我们一样会有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部分 那四年级总共的时数会希望给到十四节 那十四节里面包括 儿童城市的部分有十节 然后科技制造部分有四节 那儿童城市的十节里面呢 我们柜局的部分就放了六节 那六节呢 就三年级的时候学的是动画 那四年级呢 就会希望开始有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会进到游戏的设计 那游戏设计呢 我们也希望各位是用主题式的 主题式的 那你就找一两个游戏直接去实作 直接去实作 那实作过程中呢 最好是利用运算思维的一个思考模式 我要解决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飞机射击游戏 那我一定会把它拆 拆成飞机 一定会有飞机 一定会有那个敌机 然后会有射出去的子弹 然后会有胜利失败的条件等等等 把它做一些系统拆解之后 然后再去各个急破 然后在那个分数计算的部分 你怎么样去统计你的分数 怎么样去让你的分数不要那么单调的呈现 也许是用数字 也许是用图案的方式 或者是那个健康 健康条的方式去做呈现 那这个也都是资料的表示的呈现 那遇到什么状况会发生什么事 那个是模式识别 那重点 重点有哪些 那个骨干把它抓出来 那个就是抽象化 你可以借着心智图 去帮这个游戏做分析 分析完之后再去把游戏做出来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学得到 我们希望老师是用这个角度来做教学 那所以在游戏设计里面 除了用主题去做教学之外 然后还有一些融入学科的 比如说我们数学会学到三角形 四边形 多边形 那甚至是算角度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用Squitch去 去把它给演示出来 把它模拟出来 这也是很好的部分 这个都可以融在其他领域做教学 那另外互动的部分 我们会希望说会开始有一点碰到硬体 碰到感测器 那Squitch它原生就支持你的电脑教室的麦克风 跟喇叭或者是耳麦 所以你可以电脑教室 利用电脑教室里面 他们在操作Squitch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取用麦克风上面的侦测声音的大小声 或者是 如果更进阶一点 电脑教室有webcam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学一些简单的互动 把这个感测器的概念 把它带进Squitch的游戏设计里面 这样子就可以衔接我们之后的一些含硬体的 机电整合的一些设计的课程里面 那所以这些东西有机会就把它放进来 所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可以 比如说一个飞机射击游戏 然后呢你简单的做完之后 我们加入麦克风 用麦克风声音音量的大小来做发射飞弹的控制 那或者是说甚至你把那个webcam放进来 你在画面里面设的点 可能设两个这个感测点 那如果去碰到A感测点 那就发射小飞弹 如果碰到B感测点 那就发射大飞弹之类的 这样子就可以把整个东西串起来 那这是Squatch游戏设计的部分 然后在硬体的部分呢 一样是厂商得标的提供的这个Hello Code 那他们一样会提供四道巴杰克的一个教案的制作 那专案的制作 那会有相关的教材跟影片都会提供给大家 那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学生学一起做这些内容 那在那个科技制造部分呢 我们就会提供 这一次四年级呢会提供的是3D列印 那3D呢会比三年级的雷切比较简单 因为它是平面向量图的应用 那四年级呢3D列印就会稍微比较难一点 难的不是其实也不是难 而是因为3D的绘图 老师们比较没有接触过 同学比较没有接触过 比较好奇 那因为三个维度 画图三个维度是没有接触过 那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先教 也是一样我们会提供4到12堂课的一个 一个教材跟线上课程 那你如果纯教技术的话 4堂课可以教4个内容 那如果你要把那个我们刚刚讲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的概念带进去 甚至呢怎么样发展创意 怎么样发展创造力 跟怎么样把这你的教学 让它生活化素养化 让它以后会自己拿来应用的话 那可能这一门课就要用三节课教 那所以各位自行取舍 自行取舍 所以我们简单的 第一堂课就是先教大家怎么做3D的绘图 3D的绘图 然后钥匙圈怎么做 就做一个钥匙圈 然后再来就是 整个那个列印的切片的流程 从绘图到切片到列印的整个流程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希望各位去引导这些东西 引导这些东西 那另外我们会提供 大概六到八门的课 让各位做进阶 那进阶当然就包括除了自己画图之外 那怎么去引用网路上的图 来做来稍稍修改就可以使用 所以不一定要什么都自己画 网路上很多别人画好的图 那你只要拿下来稍微做修改 那这边我们也会教到息息授权的概念 那当然除了自己画之外呢 自己画也有很多类型 你可以画一般的弓箭或者是雕塑类的 会有另外雕塑类不同的软体 那我们都会在里面有跟各位做介绍 所以小朋友会在这边接触到各种绘图的方法 各种绘图的软体 那至于那个3D扫描器的部分 就会因为设备的关系 因为3D扫描器蛮贵的 而且电脑需要比较等级好一点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融后在 可能在采购设备上 我们会再做一些考量 这个是中年级的部分